听了一段话,好有感觉, 好得到开心,想和你分享。 这段话是这样说的, 信佛,你信的不是神灵,是信的是因果。 你学佛,你不是学迷信,而是学到智慧。 修佛,你修的不是成为神仙, 是修出一落一词悲心。 拜佛,不是弯下身体,而是放下傲慢。 念经,不是累积数字,而是清静你的心底。 合掌,不是两个手去做素,而是敬畏万物。 这六样东西,你体现了什么呢? 有没有新的东西学到呢? 如果你深刻体会,刚才这段话的潜台词, 他背后所包含的哲理, 你会看到,现在的人在所谓求神拜佛, 去所谓信佛教, 都不是在做这些事情, 都不是在做真正背后的意义,可以这么说。 他们信的是一个神灵, 其实他们得到的,是一种智慧, 是知道我们要信恩果, 恩果才是宇宙的天理。 很多人学佛, 学到很多迷信的东西, 不是得到那些智慧。 那些学佛,修佛就是说下一世, 我们要去哪里哪里哪里, 不要去哪里哪里哪里。 其实真正的智慧就是明白到, 是没有过去,没有将来, 只有现在这一刻。 真正了解佛理的人都知道, 去学佛,去修佛, 是处理现在我们的问题。 我们的问题只有一个很简单, 就是我们心脑的问题。 我们在想什么? 我们的意念,我们的欲念,我们的情绪, 这些才是学佛,修佛的重点。 常哥,很多人都说, 常哥你有没有资格讲? 我没有资格讲。 我只是跟你分享, 我自己都试过这么多的东西, 我看过这么多的人, 他们怎样做人, 怎样去分享他们的意念。 我知道很多人说自己是信佛, 其实是离行离辣。 甚至可以说, 信佛不是信佛, 刚才我刚才说, 不是一个神。 你是信的, 是宇宙的一些天理, 这就是导了。 导、法、自然。 慢慢开始明白什么叫自然。 知道, 真是在佛理的世界里面, 将很多东西看得通通透透透。 目的就是令我们现在这一刻幸福的生活做人。 祝福大家, 继续不断精进。 在佛的哲理之中, 明白到原来自己已经是很幸福的。 自己已经是很圆满。 这个世界是很圆满。 这样已经很足够了。 拜拜。 拜拜。 谢谢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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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